佳馨 一点钱弄好交给我 嗯 易总 然后呢 启动资金主要用 我们公司的前期开支 扎清理神 这变大一心一炸的 怎么会有这种事 陈佳馨 你马上到领事馆来 喂 陈佳馨 怎 怎么回事啊 不是只是演一场戏吗 看来是能俩成真了 那 那现在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去领结婚 结什么婚啊 幸运解决问题 恭喜二位 你们已经是巴哈马的 合法夫妻了 这是你们在船上 拉的证书 祝二位新婚愉快 您是不是搞错了 这个不具备法律效益吧 搞错 这没用搞错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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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啊 先生 这是一场误会 我们不能结婚 对对对对对 您还没有登记吧 我们不能结婚 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 澄清这个误会 误会 你们的婚证已经具备效应了 那能不能取消呢 你们要取消结婚登记 我不管你们是误会 还是开玩笑啊 结婚登记都是大事儿 不是说取消就能取消的 知不知道 我们这是领事馆 不是民政局 我们只负责公众和合法 不能随便帮你取消 什么 你们要离婚 我们去个领事馆了 他们不让我们 住宵结婚登记 我们该怎么办 你等一下 我去问问 喂 会议室材料 我已经打印好了 用便利贴分类好了 放在桌子上 你再找一下 没找到 那你再仔细找一下吧啊 拜拜 还真是个便利贴女孩 大脑都有人找 唉 你刚才说什么 你们听清 不好意思 让两位久等了 我们刚刚查了 因为我们邮轮登记在巴哈马 所以二位的结婚登记 也在巴哈马 如果你们想办理离婚手续 必须要飞一趟巴哈马才行 巴哈马 最快转机飞回去 要四十个小时 对 你不要跟我说 我每天行程都很满 把我所有行程都推了 我要飞一趟巴哈马 现在立刻马上 给我订一张飞巴哈马子 两张飞巴哈马子机票 我一会儿把护照罚你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应该随便 在这上面提上自己的名字 唉 唉 你千万别这样 不然别人以为我是 渣男 绝对是渣男 行行行行行行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态度不太好 有点着急了 没关系 我知道 这女的也是傻乎乎的 没见过什么世面 就是不骗她骗谁呢 哪能有这种啊 唉 来 护照给我 我订机票 所以 我们真的得飞一趟巴哈马 不然呢 如果离婚能代办的话 我也不想亲自跑一趟 对了 既然我们决定要离婚 那有一件事情 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是什么事 这件事情 一定要保守秘密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办不到 要 要换成是我 绝对不会放过她 哪能就不要房子了 几身初换 你说上海房子这么贵 肯定要外道台面 好好谈地呀 就是 算了 我们玩儿换个地方 我答应你 你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也不会给你造成任何困难